我国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成功卡住美日两国的脖子 一鼓作气拿下非洲的骨矿转让使用权 如果限制骨矿外出 米国必受重创 从此和高端武器说再见 日本则更加严重 全国经济直接崩盘 表示愿意出资300亿 恳请我国能够让一部分给它 一个骨矿的威力为何如此之大 中国又是如何拔得头筹的呢 俗话说得好啊 物以习为贵 到2021年为止 骨矿在全球储量还没有超过700万吨 这不就相当于三亩烛源出口损 足一无二嘛 它也被称为21世纪的石油 只要你拥有它的话 那就相当于你有了石油 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了 在航天领域 所有的机械制造都离不开它 没有它的话 那你就相当于一块废铁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每个国家对于它的需求量也在增加 这其中也包括我国 但是咱们国家呢 国内仅有80万吨左右 那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够用 在全球根本排不上名次 不过不仅仅是咱们国家这样 像这个米国啊 小日本 他们的遭遇也差不多 米国可是有着世界强国的称号 但是每一年它还是有一些材料需要进口 日本更不用说了 他们国家这种资源真是少得可怜 所以也在全世界不停地寻找目标 而这种骨矿就成了很多国家都非常想要的稀有资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几百年前就有人发现了这种古金属的存在 但是在当时呢 大家还不知道它有这么大的作用力 要是知道了不得后悔死啊 历史好的朋友就知道 早在好几百年之前是德国最先发现的 他们在开采矿石的时候啊 发现了一种闪闪发光的东西 这可把这些矿工给激动坏了啊 以为自己即将要发财了 于是就对他们进行提炼 估计是想着提炼之后啊 自己就能成为千万富翁了 越想越开心 每天日以继夜的研究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工人居然中毒了 当时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很多村民呢都非常迷信 他们认为这是惹怒了地下的魔鬼 这是对他们的惩罚 于是当地人也把古叫做恶魔矿石 为了希望恶魔能够放过自己呢 每天都去教堂祈祷 这个谷也莫名其妙就背了黑锅 后来经过很多化学家来研究 发现啊 并不是因为古矿有毒 而是因为这些矿工 在提炼过程当中 选择了一些错误的方式 才引起了二氧化碳中毒 所以说什么恶魔的惩罚 压根就不存在 并且当时他们发现的还不是古 而是一种灰古矿 你别小看他们名字相差一个字啊 但是作用却完全不同 到了1978年有一位叫伯格曼的化学家 他把这个纯骨给提炼出来 而且还加入了化学周期表 纯骨它的溶点非常高 稳定性又非常强 骨矿物质呢种类非常多 但是像这种单一的还是非常少见 现在的骨矿呢大概有四种 分别是镍骨矿 寒骨黄铁矿 深骨矿 铜骨矿 不过他们的含骨量又是非常低 想要把它们提炼出来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必须要经过多次的加工 才可以提炼出纯度较高的骨 一般的工厂没有这样高级的装备 只有国家认定的才可以 骨在很多领域的应用相当广泛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呢 也非常常见 像我们用的手机耳机这些里面 都必须要有它的存在才能够使用 飞机导弹这样的军数呢 里面也需要这种金属元素 骨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资源 不管是在哪个领域 它都是必不可少的 而其他国家都是少的可怜 但是啊 只有一个国家那真的是非常多 哪里啊 钢果 它就是骨矿的主要资源地 说起来啊 也多亏了小日本 他们每一年东奔西跑呢 就是为了寻找骨矿 最后终于在非洲发现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骨矿的储存量出来之后了 令人目瞪口胎 有多少 有三百四十万吨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直接相当于全球二分之一的骨矿 全部在非洲 面对这么一个相伯伯啊 日本自然是不会轻易放手 他也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啊 认为非洲会和自己合作 毕竟只要把这个东西 牢牢地把握在手中 那在全世界的地位 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可能就连自己的大哥米国 也要看自己的脸色 谁知道 钢果压根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当他提出来想要购买的时候 人家二话没说直接给拒绝了 日本也是大眼瞪小眼 这怎么回事 不是我敌你们发现的吗 钢果反手把这个骨矿开采权 转让给了中国 这可把小日本给气的呀 你转让给谁都好 为什么要转让给我的对头呢 这日本真是恨不得牙都咬碎啊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还让我国捡了一个大便宜 你别提日本心里多憋屈啊 这个消息一出来 中国再一次站上了全球热搜网 这很多国家都非常羡慕啊 但是日本这个时候仍然不想放弃 他想啊 再去寻找这估计很难了 于是又把目标重新转移到了我们身上 表示啊 不管多少钱都可以 拜托拜托 分一点给我 之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落寞 这个日本国土面积并没有很大 所以它的很多资源也是非常稀缺 但是它又必须扩大自己的实力 不然落后就要挨打 那壮大自己就要必须要有资源吧 所以日本基本上都是靠从其他国家进口 那最近这几年呢 股的价格是疯狂上涨 因为其他国家都没有 所以不管再怎么贵也要购买 很多国家呢 自己都不够用 这更别说拿出去出口了 所以日本才更加着急 想要拿下这个项目 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一股难求的现象 真的是比黄金还要值钱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呢 跟电池离不开关系 电池我们不陌生啊 像空调遥控器各种玩具都离不开电池 而有一种电池呢不一般 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种电池叫做骨酸锂电池 跟普通的电池它不一样 它们的性能更加好 而且这个电池的容量更大 体积更小 目前世界上有40%的股销量 都是来源于这款骨酸锂电池 在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 很多国家都禁止出售燃油汽车 认为这样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 就纷纷推出了很多电动新能源汽车 这新能源的市场就从此被打开了 那这样的话 对骨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多 因为它是制作这种电池的重要原料之一 像很多新能源汽车采用的都是这种锂离子电池 不仅仅只有中国向电池展开布局 像我们最熟悉的汽车品牌宝马 特斯拉 他们也正在向新能源看齐 他们的产业布局 也已经向这种资源开始延伸了 简单一点来说 哪个国家只要掌握了骨的供应 那基本上就可以站在世界最高点 这每个国家都要纷纷过来讨好你 不然科技就不能进步 就连米国也非常需要这种元素 他们能够成为强骨 自然也离不开武器的先进性 一旦缺少了这种骨矿 那武器基本上说是没可能再得到发展了 在日本失去使用权之后呢 心里也是相当难受 整天郁郁寡欢 认为已经把日本的未来给输出去了 你说要是这个使用权在其他国家还好说 但是在我国 我们国家和日本是什么关系啊 当初日本是怎么欺负我们国家的 他们没忘 我们自然也不可能忘 那这下对他们来说麻烦大了 一旦我们国家限制骨矿的出口量 那日本的经济肯定要倒退好几年 那一些相关的产业呢 就直接可以关门了 那这不完蛋了吗 相反 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也会更多 腰板也挺得更直 看谁还敢在背后嚼舌根 那为什么中国可以拿到骨矿的使用权 但是日本不行呢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和非洲的关系就很好 在其他国家都觉得非洲很穷 不愿意和他们交朋友的时候 我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 反而还因为他们穷 一直在背后默默的帮助他们 对非洲的研究项目啊 已经超过了几千项 援助资金那更加不用说 并且还在刚果为他们修建了很多基建项目 我国和米国的霸权吓人恰恰相反 一直帮助他们加强两国的经济贸易 还可以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 两国合作共赢 也使得两国之间可以互补互助 你有问题 我来帮忙 这些非洲人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那现在我国有难了 二话不说就把这个项目直接交给我国 并不是说什么靠运气拿下来的 而是我国的所作所为 赢得了非洲人的信任 有付出才会有回报 那这也说明了我国有长远的眼光 骨矿金属在未来的地位只会越来越重 它是能够代替石油的唯一资源 我国现在也在新能源领域有了很大的突破 因为拿下了这48%的骨矿资源 很多方面也会得到快速的进步 很多国家分外眼红 相信在其他方面 咱们也能够得到质的突破 那各位 你觉得我国应不应该限制骨矿 对日本出口呢